怎么你们两个也拉肚子 也 难道海洋师兄你也中招了 不知道大家吃错了什么东西 现在去医院也来不及了 大家全都这个样子 怎么办 各位 你们这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一个一个跟软脚虾似的 要我说啊 你们还是别参加比赛了 省省吧 要不然不仅丢了面子 还丢了李子 你给我闭嘴 咱俩回家吧 回家 谁说我们太极系没人了 风飘飘已经通过了转席申请 成为了我们太极系的人 为什么 你还有伤在宣 我也是要自己上场吧 接下来这个飘飘吧 你也知道 它是我的秘密武器 本来还想藏一段时间 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就只能 天降骑兵了 谢了 要谢 就谢我的骑兵吧 现在 我虹和飘飘 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气急歪歪的 你们还打不打 这次我不会出战 我会派风飘飘出战 风飘飘现在已经转到了太极系 你们如果对他的实力 有所疑问的话 一会上场便知 既然你们太极系的人到齐了 那就快点比赛吧 擂台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空手倒计 对战太极系 太极系 战胜空手倒计 全机系选手请上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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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技手类成功 请柔道姬选手准备上场 好 太极技连赦三局 是否还有其他派系上台打类 还有谁 如果没有后续挑战者 太极技将手类成功 我来 新的挑战者上台打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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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快下来 就在比赛呢 笑笑 休息室在那一天 不一会儿过来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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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佼佼 你怎么那么傻呢 好 加油 明白吗 八七掌 他怎么会 飘飘小心 小小 我们别打了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缩手吧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 你就认输吧 我不能认输 我担任过魏楚了 我和魏楚 跟整个太极派都有仇 我是不会罢休的 你要是不认输 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所以肯定是他给我们下的药 让我们上不了擂台 也是他学了我们的功夫 袭击了魏师兄 韩耀师兄 我伤心 我没什么事 我会一定是 我会拿着 我会把他做的 我会这样啊 我会来 我会来 我会去 我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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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飘飘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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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飘飘 飘飘 魏楚 原来我费尽心思 最后是栽在你手上 风飘飘那么利落地破解我所有招式 看来也是你教他这么做的吧 我手上的秘籍 也是你故意为我准备的冒牌货吧 晓晓 要不让我呢 我们两个好好聊聊吧 和你的魏楚聊吧 他比谁都清楚 晓晓 你 你 你的伤怎么样啊 还好吗 死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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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你 我 怎么了 你说 人怎么说变就变了 我 我有做错什么了 其实小小打我多少次都没事 直到我把她打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才知道 一切都回不去 是不是我没跟你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这样了 别算那么多了 都会好起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次做得不错 但我却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肖肖是八旗门的现任掌门 所以你和她的一战不可避免 掌门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的身份 我之前跟八旗门的前任掌门 有很深的过节 所以就盘查了她的家族谱系 我一早就知道 她有一个外孙女 姓肖 并且是她亲职的接任掌门 为了以防外衣 我可以去盘查了我们学校 所有姓肖的女性 所有人 每一次 陈铭和杨宁学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会有意无意地问她们 跟肖肖接触的细节 直到她们跟我说 肖肖问她们 太极的武功是否有武林秘籍 那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本 那种秘籍 无边有了主意 我撰写了一本假秘籍 孤引她来偷 虽然里面的连招 都是太极的招式 但我在最后的三招里 留下了致命的破绽 原来如此 看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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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了 给谁都脏 快 嗯 嗯 嗯 好 好 嗯 小姨 你不配 来啊 放过我 放过我 肖肖运气不当的行为 被处于时日拘留 停课接受思想教育 肖肖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担心你 你说 他现在会在哪儿 要去找他吗 我就是不知道 他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带你一起去 太极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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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你 一旦 我也在家里 太极戏 太极戏 我存在 最想的 不惹 因为我的爱 打电话又不接 干吗呢 飘飘刚赢了比赛 那魏师兄大人要亲自奖励了 谁向你成为不走心 都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喂 我又这么惹你了 你这不是胡搅蛮馋吗 志明 你给他好好对你的老婆大人 当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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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来来来 我们一起喝一个吧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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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海洋 你现在是要去找笑笑吗 你不能去找他呀 他现在是八七门的人 你要是去找他 指不定会对你做什么呢 我只是找他谈谈 放心吧 他不会对我做什么 香香他已经 去办休学手续了 海洋师兄 这件事情我们瞒着你 你也得理解 我们不想让他的事情 再继续影响到你 他休学 对你 对他 对我们 这都是一件好事 不行 我一定要找他谈谈 他欠我一个交代 海洋 你不能去 对呀 海洋师兄 他现在对整个太极派 都怀有深仇大恨 我们不能看着你 去冒险呀 对 海洋 你别再犯傻了 我们现在一致对外 不要再意气用事 肖肖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做错这样的事情 肯定有他的苦衷 或许 他只是一时受人执事才怎么做 他只是一时受人执事才怎么做 只要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会变成原来那样的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肖肖之前对我们的好 对你的好 那都是为了接近你 都是有目的的 也许他从一开始 都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你怎么还对他抱有幻想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心意已决 这一趟 我必须去 就算未首在的话 也不会更改我的出筹 你们先回去吧 那海耀师兄 dialog 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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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吧 他们说你接近太极系接近我 都是你的计划 但是我不信 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你那么开朗 对我有这么好 你是不愿意决入这场 无敦的战争对不对 笑笑 我知道你是被逼无奈的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本意 我今天来 就是要劝你赶紧收手 不要成为两个门牌 斗争的牺牲品 你是无辜的 说完了吗 可是他们说得对 我本来就不是无辜的 我一开始接近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摧毁太极系 没有别的 在你们饭菜里下毒的也是我 让大家出战不了的也是我 要不是风飘飘我的所有目的 就已经达成了 明白了吗 笑笑 你看着我 难道你接近我 也是你的计划吗 那我们之前那些回忆呢 都是假的吗 都是假的吗 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喜欢过我 对 我正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喜欢过你 小笑 你说的一个字我都不会信的 我不会放弃你 笑笑 我还能不带你 你给你带你带你带我 那个孩子 你带你带我带我走 就是不想那么爱 你带我到最后 就是那你想要篇 味道一样的 你是不是 不是 你开心 你醒了 你好些了吗 要不要喝点水 韩阳学长 还疼吗 韩阳学长 还疼吗 你怎么要不要叫医生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谢谢你们 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呢 吓我们一跳 就是 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别那什么吗 你真 没关系啊 我到大会一年以后呢 你肯定没问题 一定能参加 卫主 对不起 我 什么都不用说了 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对八戚们的了解 他们必定还会再有动作 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保护好自己 直到五大大会来临 快放假了 感觉怎么样 我一直都在想笑笑的事情 我就想不明白 他怎么能对海洋学长出手呢 他怎么能对自己心爱的人下手呢 八戚们之人 身性残忍 他从小 就在那样的生长环境里 我还是 遗估了他的决心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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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一定不是这样的人 我了解他的 他 他心不坏 人心叵测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你别这么把人想得那么坏好不好 哥 我 问你啊 如果有一天 我们站在队里面 你会不会对我出手 不会 那如果我打你的话 你会打我吗 不会 söyle 敷衍 像你这么坏的人啊 肯定就被地里出阴招 山过不来 人可以过去 就算 你以全世界为敌 我也会 站在你这边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小额柯 幼稚 你觉得我会上工吗 不会 没有用 我去 我去换换衣服 我帮你吧 不会就只帮我折一件衣服吧 怎么会呢 你不用跌了 都交给我吧 我来跌 我可是诚心诚意帮忙的 你每次都碰我 今天家务婆 我都包了 真的 当然 好 那我一看跌 还有什么要干的吗 你就多打扫一下吧 那我 收你多少工钱啊 还要钱啊你 也对 被婚期都开口了 我怎么敢要钱呢 快去啊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东西 好 珊瑚也没了 你不怕 怪我 不许偷懒啊 好嘞 学会人的感觉可真少 认真点 所以 心情好点了吧 别把我的东西打碎了哦 可是很贵的哈 你能听见我的生命吗 你还请上请上去 过来吧 我现在秘密你过来陪我坐一会儿 来 来 不知不觉 我一生生难 爱上你了 不知不觉 来 靠近点 我一生生 爱上你了 好嘞 好嘞 感觉怎么样 舒服 觉得 这一刻好安心 傻瓜 我答应你 以后 会一直这样 口说无凭 那 你想怎么证明啊 拉钩 好 拉钩 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谁变谁就是 你自己说是什么 小狗 小狗 这么简单 那你想怎么办啊 是 丑八怪 好 开张 一百年不许变 一万年不许变 嗯 我穿成这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怎么了 你又不是第一次穿训练服 可是之前就是比赛的时候穿了一下 还不是为你 有点自信吧 你现在可是百分百的太极女孩 再说了 你跟陈铭杨丁雪她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我现在身份不一样吗 她们一会儿肯定又要拿我开玩笑了 一会儿再她们怎么可能敢 行 那说好了啊 你一会儿要不帮我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好 我答应你 我总感觉我穿这身来 新生报道 有点不习惯 你可是太极系的大英雄 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是 咱们出发吧 可是 放心 有我在你身后 好 大家好 我是太极系转系生 风飘飘 今后请 多多指教 吃饭了 吃饭了 艾薯 怎么了 我 没事 没事 既然风飘飘转得我们太极系 那以后我们要多多照应着啊 好 这么说的话 我们大家 都是师哥师姐了 风飘飘 这该叫她小师妹的 还是叫师嫂啊 当然是叫师嫂了 风飘飘跟我们是同届的 只不转性而已 我不管 反正我就叫她飘飘 叫师嫂 飘飘 师嫂 飘飘 飘飘 师嫂 十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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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j 和日本社交平 them 街里面 都没有 relaxing 首先 你们看 你们看 此仇不报 我永远亏对外公 绝不善罢甘休 是 萧门主 韩灵 你竟然还有脸号令我们八旗门的人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在挑战赛上输了一败涂地 丢进了我们八旗门的脸面 什么意思 我说你根本不配当门主 我哪是受人算计 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受了伤 你就可以占尽先机 我就算受伤了一样能拟你 行啊 别在爷爷面前动手 多尴尬 他老人家在天上看到 该有多伤心啊 你说是吧 萧门主 好自为之 你 咱们 师叔 一路辛苦 门主 等除掉了未处 就该轮到你了 更大的惊喜 还在后路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谭林你还是老样子 上车 这是定金 待师叔助我走上了 八起门门主之位之后 还会有一部分的丑劳 打到师叔也没有上我了事 你父亲真的死了 对 去年去世的 命这么短 真是太好了 萧萧现在找来怎么样 萧萧 她在七个月前的学校擂台赛上 被人打伤 学校 没错 现在正在放假休养 还打算东山再起 难道是被卫楚 那小子打的 不是 卫楚跟爷爷 当年大战之后 就受了伤 现在实力已经 大不如从前 没有机会和他 打上一场 真是太遗憾了 师叔 卫楚 收了个徒弟 叫风飘飘 也就是当年 爷爷的敌人之一 风并行的孙女 也是他打伤小小的 卫家掌门给风家孙女传功法 有意思 师叔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五个月后的全国武道大赛上 打败风飘飘 这样的话 我们小辈定到怀险度过 你小小年纪倒还是挺贪婪的 你想让我打上一场 你要付出多少代价 师叔 我愿意 我在东南亚随便打一场拳 只能赚得不少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了钱 才回来的 我祝你坐上八旗门门主之位 只是念在这两年 你是家中唯一一个还记得我的人 这些钱 我不过是顺手扒的吧 在外面漂泊久了 我很想回家 什么八七门门主之位 我根本不在乎 但是 我要拿回我应得的长老之位 如何 师叔肯坐正闻八七门 师侄当然愿意 那师父遗迟赶紧回去 让我看看如今的八七门 被你们这些小辈 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是 老家伙 好久不见 方舅天 你还敢回来 不许多说 我好想 这事 你看 你都能怪我 究竟 不许多说 徒夺权使得八旗门大乱 幸亏你父亲身名大义 辅佐萧门主把他赶走 现在你又把他请回来 你就不是把你爷爷的心血毁于一旦吗 难道你们真的认为 萧孝能够带领八旗门走上巅峰吗 各位 想必你们都已经早有耳门 咱们萧门主在挑战赛上的表现 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我们八旗门丢尽了颜面 现在所有人都在传 咱们八旗门比不上他们太细 这 就是你们要追随的门主 谭林 萧孝乃方济指定的传人 你父亲当铃都服从安排 哪轮到你待这里搬弄是非 谭林乃方济直系这次 他不传谭林传给萧孝 这是什么道理 现在我只认谭林为八旗门门主 你们有谁不服 老东西就该被淘汰 八旗门也需要改变 这件事早就该怎么做 吴兆天 要是方济在天之灵 看到你这么胡作非为 你又能奈我 住手 谭林 谭林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